我现在如果在40度的天气 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油的话 大家肯定觉得说我这里不太好 我都不需要讲 我只需要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分享的这三年内 我的整个皮肤的变化 我就觉得这支油确实是很适合干皮 需要淡纹 然后同时你想把肤质养得越来越好的一支精华油 然后呢我们前两天就来了一个编导 它是00后 咱现在00后都开始需要抗老了是吗 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已经太卷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个我的脸是一个干皮 就是有一点点干纹 然后整个脸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暗淡 我就跟他说那你试一下这个精华油 一开始他其实听到精华油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会觉得说 太油了 然后他大概坚持个一周左右的时间 他跟他朋友出去吃饭 朋友就会问他说 你用了啥 你为啥最近感觉肤质挺好的 这个油跟我们一般的那种 纯保湿类型的油不太一样的是 它其实是一个K老型的 就它里面主要的成分是植物A醇 我其实在A醇这件事情上我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耐受 但这一支不用 就是这一支不需要避光 然后也不需要怎么建立耐受的情况下 就直接用 它这一支因为里面是纯油 就是植物A醇再加玫瑰果油 所以其实我夏天用的量 并不需要那么多 我可能两到三滴 我全脸加脖子加手背 我就可以用 然后大家就可以观察 在用这个油之后 差不多一瓶左右的时间 对于干皮脸上的那种纹路 你会真的感觉慢慢的变浅 然后整体皮肤的光泽度会越痒越好 然后因为这个油我也分享太多次了 所以我就把车放在下方 大家按需上测就可以 早晚都可以用 只要你想微微的提亮肤色 淡纹 然后有点整体养皮的话 这支有性价比巨高